如何用零成本呢 就能打造的六種被動收入 那如果你是知道怎麼算是被動收入呢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呢 歡迎回去看之前的被動收入的迷思那支影片 那支影片呢就是要跟大家說 被動收入並不是普通收入 而是呢 它也是需要花些時間去打造 只是說呢 它在你打造建構完成之後呢 也會陸陸續續的幫你產生一些收入 第一個呢 就是部落格或是YouTube頻道 那其實這兩個呢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嘛 其實這兩個管道呢 大家最常用的方式就是 廣告還有聯盟行銷 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聯盟行銷是什麼 聯盟行銷基本上的定義呢 就是有很多廠商他們為了要推廣他們的商品 或是服務 然後呢 會跟一些自媒體的人合作 比如說部落客啊 或者YouTuber啊 然後如果你放了你自己的聯盟行銷的連結 這時候呢 如果有人透過這個連結呢 去做一些消費 或是完成一些 一些廠商想要完成的目的或是動作的話呢 這個自媒體的人呢 他們就可以獲得一些分潤 那這裡大家很熟悉的 比如說業配啊 我們不會把它規律在被動收入 因為業配呢 它就是做一次 可是它沒有後續會產生的收入 所以業配呢 不算是被動收入 那剛剛提到聯盟行銷呢 很多平台有提供聯盟行銷 其實現在這個概念是非常普及的 只是你有沒有去使用而已 譬如說呢 像是補客來啊 然後像MOMO網站啊 台灣最大的兩個聯盟行銷的網站呢 就是聯盟網跟通路網 那國外最大的就是亞馬遜 那其實像這樣電商的品牌呢 基本上他們都會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那假設呢 你今天對某個產品有興趣 可是你覺得它可能沒有這樣的服務 你也可以自己去跟廠商去談說 欸你能不能做這樣子的合作 好那第二個被動收入的來源呢 就是販售電子書 那其實現在電子書越來越好了嘛 我覺得在國外好像比國內 還要再更火候一點 或是更普及化一點 其實像電子書的平台啊 就包含Ridmu啊 或是Kubu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這樣念對不對 好 反正就是他們呢 不需要透過出版社呢 就可以去上架你的文章 應該說就是電子書啦 那當然它的平台會有一些抽成的方式 可能就是30到50%不等這樣子 但是呢這個就是給很多想要出書的人 然後他們可能沒有出版社的資源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利用這樣子的平台呢 上架你的電子書 那電子書呢就是寫一次嘛 那如果之後呢有人賣了電子書呢 那你就會產生一些後續的收入 那第三個呢就是販售線上課程 我自己也有做這個被動收入的來源嘛 現在呢市面上也有非常多的線上課程平台呢 可以幫助你去販售你的線上課程 比如說呢台灣大家應該比較熟悉的就是哈豪 然後呢還有Yota啊 還有像Udemy啊 我自己是用Teachable 但是Teachable呢比較不像其他的平台 他們有自帶流量的功能 或是說他們可以去幫你做一些下廣告啊 或是推廣的動作 Teachable呢它比較像是一個網站的平台 它讓你可以透過它的這個網站這個系統呢 去架設你自己個人的教學平台 那它的好處就是它並不會因為你的成果去做分潤的動作 我剛剛上面說的這些平台呢 它是會有一些分潤的 那抽成的部分呢 是20到40%不等 就每個品牌的規定不太一樣 那剛剛有提到Teachable嘛 當你用Teachable的時候 因為那個品牌不會去幫你推廣 或是呢它不會去幫你曝光 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你是有自帶流量的人 那你就比較適合用Teachable 因為相較之下呢 它就不會抽成嘛 那你自己這邊的獲利呢 可能就會比較好 那第四個方式呢 那就是付費訂閱制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 就是你有專業知識的人 大家比較熟悉的平台 應該就是PressPlay了在台灣 那我覺得當你要做這個付費訂閱制啊 你要做的關鍵就是 你必須長期不斷的提供知識 提供內容 那這樣的主題呢 你也必須是源源不絕的 因為它就是訂閱嘛 所以變成是你非常需要定期的產出內容 如果你今天沒有足夠的來源 或是你的主題呢 沒辦法源源不絕的產生內容 你這樣子就會比較辛苦 因為你就會常卡住 或者是常常可能會滅你這個開天窗的風險 那舉例來說呢 如果你今天是做網路新知的啊 或是時事評論啊 或是說書啊 或是電影的影片啊 因為這些內容呢 它是會一直不斷不斷的出新嘛 所以如果你是做這樣的主題的話呢 你就會有源源不絕的素材的來源 第五個零成本的備用收入來源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呢 很會拍照 然後你今天很會做烹會 或是你今天很會做剪片的特效 你都可以做成一包一包的模板 比如說你如果今天很會做烹會 你就可以做烹會的模板 然後如果你今天很會做影片的特效 你可以做成影片特效的特效包等等的 那如果你今天很會的話 插畫你也可以做LINE的貼圖 那其實這些呢 就是用你本身的專業去延伸的 那你自己有這些專業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幫助別人 可以更省時間的方式 比如說像我自己之前在剪片的時候呢 我就會很常去買他們的模板 或是去買他們的一些特效 因為我自己就是覺得 這樣子可以幫助我省到時間 省時又省力嘛 如果你今天很會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也可以放在網路上去販售 那這樣子呢 也可以是你的一個被動收入的來源 那最後一個呢 第六個零成本的被動收入呢 就是共產經濟的概念 那其實共產經濟的概念 有一些呢 是算是主動收入啦 比如說像Uber啊 我覺得他就是蠻主動收入 因為你必須去開車 才會有這樣的收費嘛 可是呢 如果是Airbnb的話呢 他就是蠻被動的 因為今天就是你有一個空閒的房間 可以出租給別人 就很像一個二房東 或是房東一樣 就出租你的房子就可以有這樣子的收入了 當然這過程中 你可能會需要去管理啊 或是去打掃啊等等 當然這些呢 如果你今天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或是你真的很想要把它做到完全被動 你都可以外刀出去 你這樣子的收入來源呢 就可以變得更被動 那再來呢 就是其實還有很多那種平台啊 就是可以讓大家去出租自己的東西 這種東西呢 通常呢 都是大家比較少有的 然後大家比較高的 比如說呢 像我就有聽過有那種 出租remover的行李箱 因為大家也不是那麼常在出國嘛 但是出國就是想要用一個很好的行李箱 或者說呢 有一些很喜歡去露營的人 他們會需要有那個帳篷嘛 那帳篷其實你如果搬買的話呢 也是非常的貴 除非你今天非常的長去露營 那如果你沒有很長露營 只是偶一為之的話呢 你可能就會用出租的方式 那如果你今天呢 有這些配備 有這些裝備的人呢 你就可以放上平台 去出租這些設備 然後去幫自己上被動收入 好 以上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六種的零成本 就能達到的被動收入的來源 就能不能觀察這張 請問這個方式 我只能做一個保證的 我只想要在這裡 我只能夠 問這張 我只能命 看你 從來 我只能回敵人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